面包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食物 这次来到了面包店 这里有法国面包 可酥面包 全麦吐司 蛋糕等等 闻起来有浓浓的小麦味道 看起来都好好吃哦 嗨大家好 我是辉 今天要说的是面粉 面粉主要是由小麦做原料制作 是人类的主食之一 烘焙液绝对少不了它 台湾小麦的生产量并不多 所以多数以进口美国 日本 澳洲等地为主 但是你知道面粉有分为低筋面粉 中筋面粉 和高筋面粉吗 其中有什么差别呢 你吃的面包 油条 蛋糕 是使用哪一种面粉呢 面粉主要是由小麦做原料制作 主要分为四大部分 麦芒 是麦粒最外层虚状的部分 腹皮是小麦的表皮 在全麦面粉中有大量的腹皮 颜色较深 占小麦的12.5%左右 富含纤维 对肠胃消化有帮助 胚芽 占小麦的2.5%左右 是发育成植物的部分 内含脂肪和糖 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在面粉的制作过程中 会移除 可特别筛选再利用 胚芽占小麦的85%左右 是制作面粉的主要成分 小麦中央白色的部分 淀粉含量最高 有70-75%左右 通常模制面粉 会比实际的胚芽少 主要是因为胚芽 与腹皮太过接近 无法完全拆开 越接近小麦中心的胚芽 蛋白质含量低 颜色偏白 越接近外部腹皮的胚乳 蛋白质含量高 面粉颜色则越黄 小麦的适应力强 用途广泛 生长集中在亚洲 面积占全球的45% 其次为欧洲 占25% 美洲占15% 主要的产地集中在美国 加拿大 澳洲 中国大陆等国家 小麦依照播种季节 卖力的颜色 软硬度 生长气候 以及应用范围来区分 在生长特性方面 分为冬小麦 以春小麦 以冬小麦分布最为广泛 种植的面积 占小麦总面积的75% 种植于云代地区 在秋冬季节种植 额年的夏季收成 而春小麦生长在 冬天较长的地区 生长期较短 在春季播种 夏秋季收成 小麦种植横跨北纬30-60度 以及南纬的25-40度之间 种植的面积是所有谷物的第一名 若依照外观颜色 可分为红色小麦 与白色小麦 红色小麦外观为深红色或红核色 皮层较厚 配乳含量低 抹粉率低 而白色小麦外观呈现 乳白色或黄白色 皮层较薄 配乳含量高 抹粉率较高 以生长气候与质地方面 一般是由小麦的软硬度 来决定蛋白质的含量 硬质小麦 蛋白质含量高 结构紧密 面筋的品质好 生长与干燥气候 而软质小麦蛋白质较低 结构松散 面筋品质差 生长与潮湿气候 在小麦的应用方面 小麦磨成面粉后 可制作馒头 水饺 面包 面瓢等各类的食物 而且有分布的营养价值 可作为加畜的饲料 在发酵后可制作啤酒 酒精 等燃料 麦草也可以作为铺设屋顶的材料 而麦杆则是造质 以及编织工艺品或服饰的材料 台湾目前进口的小麦 主要以一级小麦为主 其次茶室二级 一级与二级的差异 赖于母粉的出粉率 进口的来源主要为美国 澳洲 加拿大为主 和小麦主要的品种 分为高筋小麦 中筋小麦 与低筋小麦 高筋小麦又分为美国的杜兰小麦 银红小麦 与澳洲的主因麦 杜兰小麦 外观呈现琥珀色 硬红出麦外表呈现红色 而主因麦外表呈现白色 高筋小麦的蛋白质含量 约在12-15%左右 杜兰小麦主要应用在意大利面 与低中行面包等等 其他的高筋小麦 适合制作面包吐司等等 而中筋小麦 又分为美国的硬红豆麦 与硬白麦 和澳洲的硬麦 硬红豆麦外观呈现红色 硬白麦外观呈现白色 而硬麦 外观呈现白色 中筋小麦的蛋白质含量 约在10-13%左右 同样的适合制作馒头 包子 面条等 而低筋小麦 分为美国的软白麦 外观呈现白色 蛋白质含量约8.5-11.5%左右 适合制作蛋糕与饼干等等 面粉主要是由淀粉 蛋白质 和宽物质组成 以面包的制作种类不同 来调配比例 在揉面团的时候加水 面团中的蛋白质会因为吸水膨胀 进行不间断的搅拌 就会形成面筋 面筋的筋度越高 面粉加水后就越浓稠 越有弹性 不容易散开 面筋指的是蛋白质的含量 含量越高 吃起来就越有较劲 以蛋白质的含量高低 分为高筋面粉 中筋面粉 和低筋面粉 当然也有不含蛋白质的无筋面粉 无筋面粉又称为橙粉 这种不含面筋的面粉 加入热水后会糊化 适合制作于粉皮 虾饺 水晶饺这一类的食物 在煮熟之后 可以干到内馅 外皮晶莹剃透是最大的特色 低筋面粉又称为蛋糕面粉 蛋白质是所有面粉中含量最低 颗粒较细小 膚质较少 因此吃起来口感较于松软 适合制作于蛋糕与千层蛋糕等食物 中筋面粉 在日本又称作中粒粉 能做的料理应用非常广泛 在生活中 中式点心几乎都是中筋面粉来制作 像是包子 馒头 烧饼 嘴尖包等等 而高筋面粉在日本又称作强粒粉 和蛋白质最高的面粉 适合需要发酵的制品 适合制作于面条、披萨皮和面包 面粉除了被作为面包之外 其实加水后还具有清洁的效果 那么面粉加水为什么能有清洁的作用呢? 因为面粉的颗粒比较细小 对脏污具有吸附的能力 类似于活性炭的吸附原理 而面粉主要的成分是淀粉和蛋白质 当溶于水后 会形成具有粘性的液体 当然也能够把附在水果上的脏东西洗干净 可以用来清洗葡萄或草莓较脆弱的水果 其中以高筋面粉的效果最强 因为蛋白质的含量最高 加水后的粘性较大 而在葡萄上的农药或灰尘 就会被粘性强的面粉洗去 所以葡萄会洗得特别干净 另外还具有去油污的效果 可以直接把面粉撒在油污上来吸附油渍 降低油垢的粘质力 再用干的菜瓜布刷一下后 把吸附在油污的面粉擦干即可 用来清洗烤肉架或锅具相当有用 不妨参考看看哦 在这里做一个总结 在欧美国家经常以低油或低糖的英式面包当做早餐 但是他们会搭配生菜沙拉或起司一起食用 但是在台湾的饮食文化 天好酥脆 或者是里面有包馅料的面包 长期吃下来 当然不健康 建议尽量选择杂粮或高鲜 穀物等等的面包 而全麦面包 是普遍认为最健康 和保留最多小麦原有的营养 比如膳食纤维 维生素B 叶酸等等 是较为健康的选择 但是真正的全麦面包吃起来口感偏硬 比较扎实 根据政府的规定 完整的小麦成分 一定要占全麦面包的51%以上 才可以标示为全麦 如果成分没有超过 就是有可能会加入其他的添加剂 来增加香味或者是口感 吃多了反而不健康 而全麦面包的热量 通常比一般的面包高 因为含有较多的纤维 吃起来会有饱足感 适合减重的人 但是任何食物过量 都是会对身体产生负担哦 适可而止即可 对于面粉与小麦种类的知识 大家有了解了吗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 欢迎在底下留言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